大家好,6月就好了 新爹一個月,進入6月,以前進入6月很厲害 開始敏感的月,現在一點都不敏感 我們香港還糾纏在打針不打針這些問題 黃婆婆原來星期日遊行就放回來了 無緣無故扣了一個晚上 原來全香港這麼多名門正派偉大的社運界 左膠等等,都不敢去遊行 只有六五歲的黃婆婆,堅持遊行 非常值得欽敬 這組行為值得欽敬,我不贊成別人,六四一回事 無緣無故一個人說可能非話集結 十成十告不到,所以就放了他 這些就找個理由,撐了人一晚 究竟他有沒有正式被捕呢 順便講講這個常識,大家要清楚 如果他撐著你,推了你上警車 可能轉頭就放回你 那你就只是做一件事,不停問他 是不是要拘捕我? 不是,是拘捕我 你老母,你拘捕就說 是不是? 什麼事現在? 犯了什麼法? 你說個法律給我聽 他不是涉嫌,我為什麼不停問他問題 入到警署就不停問 你有責任回答我 那就希望快點放了 因為如果他不是警署 他就其實沒權,只是暫時撐著你 其實是很輕容這一招的 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究竟皇婆是不是撐了一晚呢? 看來是呀,你拘捕了抱 其實可以批評的 你有理由就有理由 你撐著就撐著 他都沒有保釋 無緣無故撐了人一晚 那你真的想怎樣? 這個濫用警權 當然,拿到禁廢的監警會 又是沒有夠用的 是啊,達鷹才這麼喜歡監警會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 還以為監警會有用呢? 香港人那些基本貿易是很普通的 但是都可以的 因為總之你去投訴 他又要問警察怎樣 警察又要回答 這個也是一個繁擾 繁擾也是一種抗爭 阿婆一個人就搞出這麼多新聞出來 都是成功的 她的抗爭是成功的 所以現在大家未必要做這件事 未必有興趣做這件事 但是如果你做到的時候 記住 是未逮捕呢 就隨時都可以走 也不用保釋 那些事情 但是不停逼她就可以了 你可以早點逃 不停逼她 但是她說 我逮捕你了 是不是? 你記住什麼為之逮捕呢? 正式 你記住什麼為之逮捕呢? 那些人就一定要叫順 那你立刻問 那你是不是叫順 快點 那她就 那她就 那不是事必要你講 你講的東西可能要寫下 成為程狼見功 那樣 原來是英文來的 You are not apprised to say anything unless you wish to do so but everything you say may be written down and may be used in evidence 即是你講的東西可能成為 針對你的程狼 所以要告訴你 那她就要吵咬她 什麼什麼什麼事 我講 是不是我有權不講 因為她的中文譯出來就是這樣 太方便了 你說清楚 要是叫她讀英文 叫她讀英文你聽 好了 到這裏 你就記住一樣 是不是 都不要說任何 你覺得不利的東西 你一不停問她的東西就可以了 就不要說你自己不利的東西 跟住了 即是不用什麼 即是不用說話 不需要說話 當然不說 但你不要以為這樣 會挽救你 她會寫很多文件 諸如此類 因為她要合理 因為根據香港法例 你要有一個reasonable reason 你總要給你一個 reason 這似乎她要寫一大論 寫不寫 不是的 不是的 那些偽俊不會寫字的 你要知道很可憐 叫他們寫一版的報告 我就閉上眼 寫出來 口說都可以成章 我們的出口成章 雖然阿伯 很多警察阿伯 尤其是你見他學歷低 怎麼寫Stamen 可能沒有寫Stamen 發告票就沒有 但寫Stamen 可能不懂 這不是很可憐 所以這件事就不斷煩咎她 如果要寫了之後 你就不要回答她的問題 你肯定問她的問題 最好就是問她 你不要討厭林鄭 你是不是很討厭習近平 其實你都很難做 你老實說 說得多說可能很可怕 不敢再跟你談 這樣就不會煩你 你安心等 她又死定了 然後她要向法庭 提出你為什麼要寫Stamen 這個人 還有她要有正序 這些就是總之 順便都說了這麼多 其實是法律常識 你不是有個案子看到 你不知道 首先記住一件事 就是王婆婆的新聞 大家記住 不是有判斷 你隨時可以走 你大聲問她 你大聲問她 然後一聲就走了 她可能不敢追你 不是我走 這樣走就行了 她法律上還未完成程序 沒有權持住你 因為是你的自由 她只是暫時持住你 你是有權走的 大大聲說我走啊 我走啊 我試過你信不信 不過這些 有空才說你聽 我知道她有這些事情 警察有時拿什麼權力 你等一會 不理你 然後放了幾個小時都不理你 起床走就行了 尤其是證人 你隨時跑去 趨勁帳 有空打電話找我 這樣就跑去 不要理 好了 這樣都說了六分鐘 說法律真的好 說回谷針 多亂混亂 很明顯呢 就要谷掃 谷掃呢 又不敢敢逼那些藍絲打 不是那些 黑警 不敢怕那些警察打 三萬人 起碼你叫他們先打 打了沒有 沒有 是吧 八月到期 九月到期 月是後 現在打了三個月 其實那些科興那些 當然要跑得六月不好 是不是 說半年而已 等於過期食品 你不新鮮 那好吧 一定要鼓勵別人打 不敢奸民打 奸民打 就是違反人權的 但是這個政府什麼都做得出 看新聞就說 可能不打針不來得境 可能這樣 那就等他公佈先 因為八月到期 不讓人離境 至少當然不會 因為你離境 不是 就少了一個人 為什麼要逼你打針 少了一個人 不讓你回來 大件事 不讓你回來 就是廣州的 現在看 就是那個 離境二 即回港二 已經叫停了 因為早兩天 被梁振英搞搞他 不敢叫停 現在相信已經停了 二十幾宗 對不對 現在內地 內地已經進入恐慌狀態 立即封城 那些一級行動 台灣都沒做到這樣 他們很快的 共產黨很快的 因為不用故人權 所以小區重點 奇怪 他們就不停止打針 小區重點 不不不不不 群體去打 群組去打 群組去打 但不是所有人打 所有人先困在區裡 那些代表什麼 就被打針沒有夠用 即是經常叫人打 因為裡面 根本 他經常打到兩三成 現在要8%清零 又要打 全廣州的人都要打 一億劑而已 廣州 不是的 我想他們都知道 科興 他只有科興 一半到 根本就擋不住 唯有就是這樣 是不是 即是突然間 疫情一起 他就立即恐慌性 你明白就行了 所以現在還叫我們打什麼春 即是 香港政府 還有一個跡象 大家要記住 陳肇始說 台灣將上條為高風險地區 這樣合理的 合理的 即是說災樣 OK 這樣就要隔離 但是呢 底缸人士 如果未完成接種 就隔離21天 合理啦 因為高等級的 21天 但以打針就14天 即是說 你是不是玩政治 國內的回來 是不是這樣 現在回港是14天 這兩件事都有關聯的 你打了針都要隔離14天 打來拖 是不是這樣 台灣 台灣可以打了針 那些醫護就打了針 即是來香港 或者去了台灣回來 打過針 這樣就隔離14天 即是如果你去台灣 醫護回來 蕭生回來 類似 蕭生不知在哪裏 打了針 已經拿了針 特殊人物 是 高危 這樣就可能他打了 拿著一張針 都不可以找他14天 和21天 差7天 那你為了那7天 是不是要打針 你想想到 這個不邏輯 為什麼 這個才是問題 因為沒有人用 即不是沒有人用 是有限的用 但當然全世界的現況 就是打針的地方 疫情控制得好很多 包括以色列 但沒有絕到的 什麼時候才絕呢 等它自然消失 群體感染自然消失 這個必然的了 看到這件事這麼堅 這個要時間 但問題呢 做官的那些 重視這個業績 多於重視人命 所以現在呢 還有就是 買了不打 我想不是不打的 因為你要做到 唉香港很爛威的 其實很爛威 就是香港人做得好 自己防疫做得好 但是這班官就不行的 他就要早點清零 還有那個經濟壓力 經濟一直下滑 他希望做些清零 做些什麼 他想的事情 就是去到這麼多 你明白嗎 全部都是問題 但是他不能夠更複雜 去想這個問題 就是快點打多些人打針 你表面就好看了 香港幾成 現在香港幾成 打了100萬人 即是真的打了兩劑 真的有 真的有 加起來打過一針的以上 就有 一百三十幾萬 即是 即是 都是兩成多 兩成都沒有 1.5成半人 那七百萬人 那一百萬人 那一百萬人 嗯 10% 15% 那的確是這樣 你的群體面上 照計是很低的 沒有事 香港 清零然是有幾個 這樣 現在防止第五波 你怎麼防止第五波 第五波 那些又是變了重 你現在那些 第2、3波 第1、2波 這些疫苗 陳肇指 我記得的 他早前講過 現在不是再買 即是這批9月元就算了 9月11、12 即是下一批新的疫苗 他的戰略 香港政府的戰略 就是準備買下一批新的 好現實說 我怎麼都想想 新一批 安全過第 現在這一批 因為這一批 已經見到很多人 你問我呢 我的自由 我會盡量 三、四年後才打 如果要打 那我有理由 我年紀大 是吧 剛才我吃早餐 見到一個 九成九是藍絲 那些藍絲 都屁股了 不斷屁股 要他打針 不是 而是 現在是怎樣呢 是不能進去吃豬 吃東西 他別的樣子不做 戲不看 就扒狗走 但是你說 我長不去 就扒狗 但你不能不讓他吃東西 可能他覺得 他應該還在工作 看他的樣子 肥皮的可能也有三高 不敢打 就死了 那些監人 打針 看來是藍絲 我要打 我打這個復興 那真是犯 科興 他打科興 國產的 低一點 復必泰高一點 你一聽就知道這些是藍絲 但藍絲也吊夠他 你監補他打 是不是 好了 現在推出很多東西 要是掌賞 政府固然有疫苗假期 一天兩天早就給了 這些 如果公務員不肯做事 你不做一個禮拜 回來做多一回 那三個禮拜有得的 好了 放寬打針 這些又是 就是怎樣 你逼所有人 結果逼不到任何一個人 因為你大衛士 你好像說你們不出雞 不方便 每個人都不方便了那麼久 每個人都不願意冒那個險 這個真的很現實 很現實 你還在講這些道德 講大哥的乾弟 你不喜歡打我那幾針 我說人權的 人權就是我有權 事實上也是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我說我年紀大危險些 他現在也是 現在就開始說 年紀大不要打 小的不要打 其他那些盡量逼他打 現在開始是這樣的 你會發覺 開頭呢 開頭握夠那些老人去打 現在呢 就逼中間那些 不敢逼老人 因為死得多 大家都猜到 都覺得 雖然中間都一樣有人意外 三四十歲那些 但是呢 開頭死的那些都是六十歲以上 即是打了科興 現在不敢 因此製造成香港人的集體意識 很危險 打了針 什麼全城起動快帶疫苗 我們知道很多事情 現在 OK 十六歲以上人口約21% 十六歲以上 即是說連十六歲以下 不好21% 但是都是低 因為七八成 現在就很想九月前 打完好像還沒夠 還沒夠七成就算了 最緊要九月前 為什麼九月前呢 夠期嘛 夠期就有夠他了 扔掉他了 他說清零軍 於是唯一走出疫情的有效途徑 就是九月前的大規模接種 結立社會平常等等 就回到學校 諸如此類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活在香港 現在就開始逼你了 陳姑娘說 一旦疫情爆發 第五波 多項實施多人債 包括延長入境 七日接觸幾例 要求未打針醫護 軟射及高等下風景 更頻密地檢測 都沒有監人打 為什麼不是監人打呢 因為你講一講監親 人家就問你為什麼警察不打 原來你監不到警察打 其實香港的情況是這樣 好吵架 更加限制未接種的市民進入醫院 食肆、學校 全部都可以不去 圖書館都可以不去 食肆麻煩一點 剛才我看到伯爵是這樣 其他可以不去 吃東西很多都不去 我可以吃東西都不會 真的很遺憾 自己住 省了很多錢 年多以來省了很多錢 當然都是很少的問題 吃東西的錢是少少的響路 不用自己動手 省時間響路 是對的 但是也是一個好習慣 自己煮食是健康一點的 人是健康一點的 大家都知道 應該所以沒有這個習慣 而已 你上班吃早餐 其實晚上煮飯的時候 煮多一些 留給它 做些麵包 準備一些 帶便當 這個習慣一旦形成你 你可能不再喜歡出去吃 又肥膩 又沒有纖維 又高糖高鹽 高脂肪 即是外面買的食物 總之現在就逼人打 最恐怖就是 奸人家 沒有 沒有去 就不可以入食肆了 你留意她說是 哇她 她不敢說 為什麼呢 食肆跟你死過 跟她拼命都像 拼命都像 而且你沒有太清楚 知道哪些人打過 哪些人沒有打過 你自己不在乎 那你怎樣 你抽茶走去 空高人 沒有的 你根本不敢問我 但現在我愛到 我都是填紙仔 一開始都要 奸人家 什麼 安心出行 我堅持不做 也沒有夠膽叫我做 奸本裝也沒有用 這關事 現在知道 現在不是要奸人家 安心出行 現在是要奸人家打針 那假針 安心出行 還是不便 打針有性命危險 我一大條道理 我上了年紀 不好意思 上了年紀 港鐵鼓勵市民和員工接種 50張全年任搭車 員工接種兩劑 喂 500張我一定抽到的 外展服務 總之是送車票 任搭車票 海洋公園是讓你去 總之 給一天假期 幾天假期早應該給了 鼓勵打針 好過沒有 但是你監人打 始終不行 如果要監 麻煩你監給你 先監獄 你幾十六萬元 出你糧的工背 你先監獄 我腿有伯 欺負我們 這類人 就只是說 茶餐廳你都沒有去 那我告訴你 多多留學的人 根本 吃東西是很貴的東西 出外 就算是一富有學生 都沒有這個習慣去吃早餐 留學的時候 都是要自己做麵包 煮個麵 茶麵包 煎蛋 做早餐 這樣是健康的 多吃一些水果做早餐 更加健康一點 好 沒問題 我們看看 基本上 大家繼續 因為推出了 抽籤買樓之後 好像誘因大了 多了幾萬人 之後是否一路上去 一路送呢 我說最 都不要提議任何東西 不要提議 老了送棺材是對的 老了打針 他現在是鼓勵中間的打針 老了那些 可能已經死都不打了 要打的那些打了 蠢的藍絲打了 聰明的藍絲都不肯打了 他剛才聽過我伯說 他其實很簡單 我危險 不大 而且一體肥 過了停 真的很現實 不要打 是 我這麼健康 我有條件打 但我不需要出街 我不需要出境 我就等了 對不對 合理 我的知識就說 這些東西 真的打都要等它四年 一隻疫苗 成熟最少四年 這個你很早 那時候衛生署的資料 告訴我 我看過 如果沒有 起碼兩三年 全人類的專家 事實上現在有很多問題 看到的 有事沒有人負責 這個恐怖 這個才恐怖 我都說 就是了 你應該送樓給死了的 那就好 你只欺騙那些幾百萬人打 然後送一兩層樓 很難開心 這樣 不行了 不過大家要容忍一下 容忍一下 我們這個政府 現在是被大陸控制著 背後 所以就算他們不肯 不敢 都可能出很多 奸民打針的措施 奸民打針的措施 但是一到奸 你要知道出事 第二 你可以告他 告他的時候 當然了 法庭要面對這些事 面對這些訴訟 基本上 他會找專家出來說沒事 但是你可以找國際專家 如果要告他 有錢人去告他 你會陪到他 混蛋 當然了 那就上訴 然後去張舉能那裡 由張舉能負責說沒事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了法治 沒有了法治 你是不是要逃亡 你有錢人要逃亡 你又要逃亡 加上去打針 你會死 香港搞成這樣 是不是 還有 這個神話破了之後 打針就可以了 他是這樣說的 因為現在經濟這麼差 他是歸咎 就是不敢賴那些黑暴 兩年了 好了 他賴了那些什麼 就是 大家沒有打針 好了 到月打了 真的逼到七成人打針 接著呢 疫情不下了 可以不下的 但是第五波可能是 你打的那些針就沒用了 現在一定是出現這些 因為你看廣州就知道 中國他本來已經清了 搞定了疫情 而且開始在打針 照樣一切都是很理想的 大家看國內的那些片 你看那些人本來是不戴口罩 我們還戴著口罩 他不戴的了 國內的同胞 他們很有信心 對黨很有信心 但是突然間 突然間 廣州幾十宗 又要重演一片很恐慌的風驅 這樣很恐慌 恐慌好過大量死人 你看到台灣現在很害怕 那些人都說打針啊 為什麼沒有打針啊 沒有疫苗啊 他們希望將它忌諾在疫苗裡 這件事最錯 你看香港啊 慘了 台灣人 你看香港沒有疫苗打 不肯打 我們可以按到零 但是呢 打了之後會不會就是繼續零呢 全沒有保證的 其實 為什麼呢 你只看陳肇始同學插破 打了回來都要隔兩個禮拜 你就明白他們 科學家知道打了是好些 接種得越高越好 但是不保證 第五波不會照爆 或者傳染率會低了 但是不是等於沒有了 因為不是一個百分之外有效的疫苗 現在還是這樣 但是這個會令你死亡 尤其是年紀大的 大家自己決定了 我不會散播任何不利的消息 我講那些全部事實 基於我的智慧去分析 國人的朝見不同 我就不會為了抽樓去打針